再来的话两门和四门的选择 两门和四门开起来还是有挺大的区别 两门首先它车的转弯半径是骑好的 所有车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小两门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就可以掉头 这也是每一台机谱都是trail rated对吧 其中一个重要指标 escapability或者maneuverability 它这块是好很多的 当然四门的话比起一般的车要好 比起两门的会差一点 第二的话空间 空间的话如果两门只是一两个人用 唐大叔跟很多人说过 就干脆把后面两个座位拿掉了 就后面像沙发一样拿掉 这样的空间就很多了 再在上面加个架子放一个帐篷 其实是可以两个人出去玩的 东西放在后面对吧 都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反过来说四门的话 除了多了一个后面两个座位的空间 还多了一个后备箱的空间来等于说 所以这样的包括它上面放帐篷 或者放东西可以放的更多了 会更实用一点 平时生活上也是 如果家里就这么一台车的话 那肯定四门是更好一点 再来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越野能力 还有一个改装之后的成本 理论上来讲四门的只有一种情况会比较占优势 就是说大家去越野的时候 会有斜坡 对吧 你在上斜坡的时候 四门因为它轴距比较长 所以它翻车的几率会小很多 两门如果你加高 特别35寸还可以 37寸 38寸 40寸 这个车就变得很方了 很方的时候 你爬这种斜坡是有一定几率会翻车的 没有说哪个更好 只是说适合谁吧 虽然整体改装的成本会低一点 但是这个两门就是唯一那个情况 但是除了特别斜的斜坡情况下 两门就全都是优势了 因为它轴距短的关系 同样这块一块石头在前面 一个高度的话 两门就是过得会更容易 那四门就有可能会拖底了 所以两门的四门 唐大叔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 如果你有朋友正在研究 或者自己正在考虑入手哪个木马人的时候 跟朋友分享 让他们参考一下 当然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文革华 喜欢木马人 可以来支持唐大叔业务 看到了我们改装的没改装的 或者是原创给你设计都没问题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